天正的天空, 平靜的月堂 這裡的景色除了令人心狂神怡 當中有些東西還可能令你流口水 喜歡, 真棒 都瘋狂吃, 買了一次鎮螺子回來 每次可能吃多少隻? 幾隻左右 三隻 三隻夠貴嗎? 太貴了, 所以吃了三隻 你猜中了, 他們說到口水也流了 就是這些一隻發育的大閘蟹 不過, 這裡並不是上海的陽澄湖 而是香港上水的河上鄉 在這個這麼大型的魚塘裡 就養殖20萬隻港產大閘蟹 如果天氣一直持續是理想的話 我們預計今年大概有50萬隻蟹 能夠可以供應市場 香港出名多蟹粉 即是大閘蟹的粉絲 每年可以KO1500萬隻大閘蟹 一場大閘蟹放題 可以令蟹殼堆成山仔那麼高 不過, 自從2016年 食環署驗出有內地大閘蟹 二惡英超標而禁售之後 就不只引起蟹傷不滿了 因為有個突發事情 現在這些貨, 食環署剛好就給電話 給電話過來 就叫我們暫時保持不住 食環署這樣的舉動 令我們全部都停在這裡 這樣的話, 我們的損失將會無可估計 內地還停發公港批文 於是最近幾年, 大閘蟹就要繞一個大圈 經日本、韓國轉口 甚至走私來到香港 蟹商陳先生, 今年都要經韓國 幾經轉折才可以入到頭批蟹 六月份其實是大閘蟹的先頭部隊 其實正座要到八月十五大後 稱為正座 每年大閘蟹的生長過程都要脫殼 脫殼一直長大, 也要十至十二次 當每年去到舊年六月份 大概退了…八、九次 那個殼也很薄 而且裡面的蟹膏也很豐富 很多時候這段時間都可以用來食用 物以可為貴 三兩至五兩重的六月黃 都要85至195元一隻 如果要吃真正舊寢的大閘蟹 豈不是更貴嗎? 還不知道有沒有貨 都知道大家呆了大閘蟹很久了 不過不用怕, 這次有他們 一隻、二隻港產大閘蟹 已經在這裡一天一天地長大 他們之所以在蟹苗這麼小就移民香港 全因為今年初 身為環境保育人士的阿鏡 聯同幾位專家 眼見一蟹冷球 就在新界西北 找了多個佔地共350萬呎的 荒廢魚塘改為養殖牆 放任一百萬隻蟹苗 以純天然方法 在香港養殖大閘蟹 上水河上香這個魚塘是其中之一 越是自然的環境就越好 以河上香為例這裡 其實水源比較充足 你看到我們的堂 其實四邊都是比較保留原有的特色 有很多草 有些樹的遮蔭 或者有些淺灘區域 這樣為之最好 慢著 不是有個堂就可以養到蟹 而且香港這麼熱 根本不適合大閘蟹生長 蟹苗豈不是空波得少? 暫時到今天 在我們養蟹的過程中 蟹的存活率是超過八成多 究竟怎樣可以將不可能變成可能呢? 別看過蟹塘平平霧期 其實機關重重 這些黑蚊蚊的交網 原來就是大閘蟹的救生網 在南方養大閘蟹 第一個要克服面對的問題 就是怎樣能夠減低水的溫度 因為在香港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氣溫很高 譬如一到夏天的時間 其實如果太陽好的情況下 水溫的溫度隨時可以去到28、29度 對於大閘蟹的生長是不理想的 我們加設了這些黑色的防曬網 有加和沒有加之後 水溫明顯地可以降到3度以上 水不只要夠涼、還要夠清 魚塘水族怎樣算好? 他們想到開作水者 引地下水入塘 大概打到地下20多米左右 其實就已經可以拿到地下水 地底下20多米 其實是屬於地表的水 有機會和湘魚河的水會混合 所以我們打到40多米深 然後還要抽水板出來 再經過驗證 發現那裡的大腸幹菌群 是沒有問題的,沒有超標的 我們才會用那裡的水灌在乳塘裡 不只這樣,塘底還要鋪滿這些東西 是嗎?蠔殼有甚麼用呢? 因為我們養的大雜蟹 其實叫甲殼類 如果水太酸的情況下 會直接令它們的殼會溶掉 在塘底鋪滿蠔殼 令水質維持在pH7.5至7.8的偏鹼性 就可以令鞋子健康生長 為了確保水質維持穩定 它們還要靠這些感應系統 而這些感應器 就是24小時 將水裡的酸鹼、溶氧 或者安淡的數字 都一直傳回我們的中心 萬一達到某一個危險的標準 有個警報會出現 我們要第一時間作出反應 但在香港,人和蟹都要面對同一問題 是土地問題 按傳統方式 養一隻大雜蟹平均要兩平方呎空間 不過,蟹塘現在養了二十萬隻 但這裡怎麼看都沒有四十萬呎 那靠甚麼能做到呢? 看看蟹塘微縮已經就知道 是這些卡板 你會看到有一個卡板的色仔設計 提供了一個陸地的面積 那他們可以讓蟹很輕易地爬上來生活 那做法等於在水深超過兩米的蟹塘裡 多建一層大廈 讓更多空間的蟹仔生活 那塘裡一條條的水管 你猜又有甚麼用呢? 那這個喉管 其實就是蟹居住或者躲起來的地方 因為那些蟹一換殼的時候 它一定要找一個地方躲起來 如果它不躲起來的話 很容易就會被其他蟹攻擊致死 所以它一定要找一個地方躲起來 很安全才會進行門殼 好住也不夠 想蟹仔快點大、多點高 還要好食用 當牠們還是嬰蟹就要靠這些了 蟹在頭五個月 其實它主要都是吃素為主 所以我們這裡也種了一些稻苗 這些稻苗的作用就是 提供一些食物給這些蟹仔 當蟹仔越來越大 就要吸收多點蛋白質 這些蟹糧是將回收回來的雪羽 和沙文魚廚餘打磨加工而成 間中還會蒸粟米粒 用全天然的食物餵蟹 七、八月開始更加要加料吹菊 上市場的三個月左右 就要再將蛋白比例提高 那些蛋白從哪裡來呢 其實就是在糖裡 我們這裡就會釣到一些上來的 非洲質、羅菲魚等會起肉 然後起肉之後就可以餵 提高蛋白之後 蟹的膏就可以增加了 距離推出市場還有一個多月 現在蟹已經有三至四兩重一隻 而且每一隻都是繫出名門 我手上這隻是真正人工繁殖出來的 牠有個名號就是長江一號 長江一號是正宗的中華絨蟹蟹 跟陽澄湖大集蟹屬同一品種 它的底部顏色會比較白一點 沒有那麼多斑點 它的毛你會看到比較金黃一點 長一點 體型會比較…日本絨蟹蟹比較大 可以去到十到十二兩這麼大隻 即是說它的體型會是我現在手上拿著的 大概四倍就有多了 通常這些叫精品蟹 跨年一樣 在國內就買得很貴 一隻精品蟹如果去到十兩的話 已經一千元人民幣 不過我們實在等不及你變成十兩蟹王 就請你早日完成神聖任務吧 很棒, 看起來很棒 極級的享受 就這樣吃的糕已經覺得很鮮甜 Jasmine吃得這麼滋味 看來長煮的心血並沒有白費 出錢出力, 廢盡心機 除了因為養蟹產值糕 還因為眼見超過一千六百公頃的魚塘 被荒廢, 嚴重影響生態 如果一個魚塘, 你不運作它 只要大概是五年左右的時間 它就會開始干擀了 或者生態環境會改變 對於季後鳥來到香港去找食 或者居住在這裡 都會造成一個影響 大雜蟹剛好在季後鳥 二月下離開香港之後 我們才開始落苗 然後到大概十月左右 大雜蟹大部分都會清淌 賣出去市場 在那個時候季後鳥才離開香港 所以對於香港整個濕地生態上的影響 就可以減到最低 所以到最後我們決定嘗試 透過大雜蟹養殖 來活化整個西北部的魚塘 長年的發展會和本地的一些研究中心 去合作或者大學合作 看看能不能將研究這一部分 可以帶進來 可以做一個食物安全的標準 到了十月 估計有約五十萬隻港產大雜蟹面細 每隻四至五兩重 初步定價為二百三十八元 不算特別便宜 市民又會不會受落呢? 那就會嘗試, 貴一點也沒問題 無論如何衛生一點, 感覺上